上海苏州封城管控重商中国经济 当局眼看冲击过大 上海列出666家摆名单企业 苏州也列出1696家 当局强调要发放 足够的全国统一通行证 不得以等待核酸结果为由限制通行 被认为是在为封城下的经济损失直写 企图稳住珠三角长三角供应链 不过中共当局严酷的疫情风控 早已经重创外商投资信心 资金走向更是明显 目前的外资是觉得有点改变 外资的态度 两年当中我想投进去的外资都没有获利 这点让投资机构发现说 中国对产业监管打压 坚持对疫情的清零政策 促使外资加速撤离中国 尤其俄乌战争 美国联手各国经济制裁 但中共当局不仅拒绝谴责俄罗斯 甚至喊出合作无上限 也引起外资警戒 最近的乌俄的战争之后 发现到说 西方世界的经济制裁 对于经济的影响 似乎还比贸易战争还要强 这样一个状况 就让外商更感觉到说 让外资是觉得要选边战 因为美国已经讲了 如果说中国是倾向于这个俄罗斯的话 他也要执行这个经济制裁 学者预估资金出走成为中长期趋势 而外媒报道 三月份短短25天 外资就从中国市场流出95亿美元 约新台币2724.92亿 是创2014年以来 单月第二大的流出记录 近期挪威1.3兆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 已经将中国运动服装巨拨 提出投资名单 显然厂商外资正在加速 用脚投票 新唐人亚太电视 直建立省委同台湾台北报道